下面来讲解定制自己的工作区 虽然Photoshop为用户提供了多种工作区 但是呢,可能还不能满足有些人的需要 所以Photoshop还提供了自定义工作区的方法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属于自己工作习惯的工作区 怎样来定义呢 首先,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工具和面板进行拆分组合停靠或者堆叠 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关闭或者打开工具面板 创建自己的工作区 可以根据前面我们讲过的方法 比如说将工具栏呢 这个工具箱呢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当然这里面为了不误导大家啊 我通常是把工具箱放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不怕它拉在其他位置了 注意你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尽量保持这样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一般的喜欢把图层通道路径 做在一个这个工作组里面去 调整和蒙板呢 我通常是不打开的 将颜色色板和样式放在一个工作组中 然后呢将它们的进行堆叠 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有时候呢我为了撤销的方便呢 还会把历史记录打开 将历史记录啊动作 我一般的将它关闭掉 比如说将历史记录呢 也合并到这个里面去 我就创建这样的一个工作区 创建完成以后呢 就可以将这个工作区呢 进行存储了 存储工作区会打开存储工作区对号框 在这里面呢 可以命名 比如说为我的工作区 对吧 命名为我的工作区 再看下面有个捕捉 捕捉面板的位置 就是勾选该复选框以后呢 当存储当前 这个工作区的时候呢 会将面板的位置呢 进行存储 就自动的把这些面板的位置进行存储 键盘快捷键 勾选该复选框将保存当前的键盘快捷键 再一个呢就是菜单 勾选该复选框 将存储当前的菜单组 这两个呢默认没有选中 当然你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选中 比如说我重点要注意的是面板的位置 所以我勾选它 然后单击存储 这样呢就把这个工作区呢 切换到了我的工作区 这一点和Bridge的那种用法呢 非常的相似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 我用了基本工作区 或者呢 我把工作区拉的特别乱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 一般的这个电脑呢 用户呢 有时候可能有别人使用你的计算机 他把你的这个软件呢 给你拉的特别乱 那你想快速的复位到你的工作区 也就是说你的工作习惯这种状态呢 就需要创建一个自己的工作区 这是创建工作区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在这里面我需要快速的恢复到我的工作区的效果呢 就可以在工作区我的工作区看一下 跟刚才是不是完全一样呢 这就是我的工作区 如果你创建的工作区比较多 有些工作区不想要了 就可以对它进行删除 但有一点要注意 删除工作区是不可以删除当前工作区 什么叫当前工作区 就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工作区 现在看我的工作区 我新建的新建的工作区呢 只有一个我的工作区 所以删除工作区命令是不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我把它切换到基本功能 然后再看就可以使用删除工作区了 删除工作区在这个里面呢 可以选择我的工作区进行删除 如果你选择全部呢 可以将所有的 是所有的新建工作区全部删除 那这些工作区呢 因为它是默认的 所以说呢 它是不能删除的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删除工作区 这就是定制自己工作区的一个方法 好吗 然后说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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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好吗 好吗 好吗